大概都是校長千拜託萬拜託 拜託到最後真的沒有人 那只好透過校務會議 學校老師不願兼任行政工作 還得要校長一個一個拜託 都有人情 甚至有些學校已抽籤決定人選 人力短缺恐怕會讓學校的師生 難以受到妥善照顧 這幾年來 說真的學校的一個業務越來越繁重 所以這個教育行政人員 已經逐漸的變成一個公務人員化 有老師自願來擔任行政職的話 大概全國會有 可能一半以上的主任組長找不到人 學校也有缺工問題 但老師們到底為何不願兼任 依照教育部規定 中小學教師兼任行政人員 依照值得每個月有不同假期金額 大約落在3000到5000區間 但事情多又雜 平日加班 寒暑假也得到校值班 如果擔任導師 導師費固定3000元 處理完學生失誤之後就能下班 相比之下 行政能力真的比較難找 現在的整個教育政策跟整個社會型態的工作量 又比過去來得多 本職的這個校務的工作 跟我要外面的社會的 比如說有很多的表單等等 的工作量就超乎了我們很多我們在上班的時間 所以必須要加班 全國中小學出現行政人力荒 為了體恤教師兼職行政職務 雖然有給予加級 但相較導師的費用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少校長每年到了要找兼任行政老師就心慌慌 行政員員的工作越來越繁瑣 也讓議員帶著全國教師工會總會 站出來呼籲政府增加加級費用 來補足人力問題 TVBS新聞許國恆凌莉台報導